那我們今天要去 青浦IKEA 現在非常紅的鯊魚包 鯊魚包裡面是爆竹馬的 麵有入味 讓我們看看它的道理 很濃的榴槤味 它會感到非常的臭 哈囉大家好 我是雙霞巴 那我們今天要去 青浦IKEA 現在IKEA推出的新品項 就是牛肉麵 牛肉麵到底有多好吃 而且IKEA是專門賣西餐為主 結果一下就出現 台灣中式的料理 那感覺就是不一樣啊 所以我們今天要帶大家一起來 去吃IKEA新推出的牛肉麵 青浦這家IKEA 是全台灣最大的IKEA 剛開幕的時候我們有去 大排長龍 超多人的啦 牛肉麵它有時間限定 它是11點到2點半 現在時間是12點20 那就準備要去IKEA吃 他們新推出的牛肉麵囉 我們現在進來 呢 有錢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了 來到IKEA的餐廳了 那我們現在點了紅燒牛肉麵 麵 有點補掉了 因為它是麵 麵一鍋糖一鍋肉 這樣是99塊 哇好像3塊4塊肉 麵不知道會不會蛋掉 這裡已經結塊了 結塊得非常嚴重 那其實除了介紹紅燒牛肉麵 我們還有介紹它現在非常紅的鯊魚包 鯊魚包裡面是爆芝麻的 它有點偏貴 好像40幾塊喔 可能就是因為它有造型 造型做的東西 細微它都用做出來 然後它還有另外一壽型的榴槤塔 所以我們家庭就非常愛吃榴槤 我們知道它的榴槤就是非常的好吃 那我們就先來吃吃西間肉 當然這裡會有點吵雜 就請見 很厲害因為在餐廳嘛 很多人超多人 那我們第一個來吃它的牛肉麵 它牛肉麵 竟然它的油都有這樣進出 它這樣99塊 分量我覺得還可 肉好像有4塊 它先來吃一口牛肉麵 它的麵是一點 烙香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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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很有嚼勁 它是紅燒的 它是紅燒的 麵有入味 那喝喝看它的湯 嗯 濃濃的 紅燒味 感覺就有熬過耶 嗯 有點小辣啦 那它的肉其實不是到非常的大塊 它有牛筋 再細它一塊肉 魚味道非常難咬耶 我覺得它還是有焦劑 然後有一點筋 它把肉把它熬成的 細膩 而且 肉我覺得還不錯耶 而且它賣才99塊 雖然只是小小一碗 但是我覺得 剩餘是夠的 夠一個人的 而且五萬年還可以 嗯 嗯 可能想說 嗯 它一般只賣西餐的嘛 那它突然來個中餐 那肯定就是 感覺西餐很會煮 那中餐就不會煮 沒有啦 其實 它 各個有各個的特色 我覺得都很好吃 換下一項美食 蝦魚包 在IKEA是非常的厚 沒想到它可以來做成一個包子 我覺得很厲害 它的條紋都有做出來 感覺非常的細心 你看它的這個彎度啊 它的健度 但是它有一點偏貴 它一個好像是 三十五 三十五 對啦 有造型 對啦有造型 不一樣 它是長這樣 芝麻包 芝麻味很重 嗯 感覺它會 小朋友很喜歡 如果有帶小朋友 是可以給他吃這個 他應該會感到很開心 嗯 紮實會讓你有嚼緊 而且不會感到水水 很好吃耶 嗯 它可能放得有點久 會硬的啦 但是 但是如果你一直把它放在蒸籠的話 它是會變得越來越軟 就三 三十五塊 我覺得大家能來試試看 接下來要給大家看的就是 榴槤塔 榴槤塔它買送的 一個是四十塊 它中間是餡的部分 然後旁邊是塔子 嗯 很濃的榴槤味 味道非常的臭啦 那 身為愛榴槤的我 我就為大家來試試一下 好冰喔 它有層次 就是 你雞口有下去 一開始出現的是榴槤味 榴槤味淡淡的飄走 就變得很有塔皮味了 我覺得蠻好吃的 一進你的口 口裡面就都化掉 然後榴槤味就飄出來 很有特色 第一次看到榴槤塔這個東西 因為其實塔 就大概我常見的就是檸檬塔 檸檬塔 檸檬塔 但是它突然就放出來一個榴槤塔 有點稀釋的感覺 又有點重刺 我覺得不錯吃耶 買一送一 一個二十塊 忘記評分 我覺得這一個 八分 我覺得榴槤可以再多一點 塔皮少一點 這樣比較充滿的榴槤味 那這個鯊魚呢 鯊魚我覺得芝麻可以再充滿一點 然後它可以 不一定要線連線做 但是我覺得 用一點用一點用 就是把你放太久它就會變硬 掉 那牛肉麵呢我覺得 打九分 我覺得它的 它的肉可以再多一點 就是肉不要那麼小塊 然後它的湯也可以多一點 熱一點 如果改進的話 會變得更好 那今天是IKEA 來推薦給大家吃的 這三樣東西 不算是季節勝敵 就是新推出的新品 牛肉麵是 11點賣到2點半 是有時間限定的喔 所以要買要快 希望大家可以來吃吃看 很適合來這裡工作讀書 你吃點東西 是非常有那種Vivo的感覺 那雙下巴的頻道 記得訂閱分享 還有小鈴鐺 可猜 不會錯過我最新的影片通知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freak 肉類 x2 i know you